字幕提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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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開始講的題目叫做 Gender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ce 我們特別用 gender這個字 就是他不只是性本身 而是性別 那這個性別可能又跟自己的自我認定是有關的 那我們要先談一下 為什麼我們對青少年的 gender development 這麼重視呢 我們可以從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一個叫做 gender intensification theory 或是 gender intensification hypothesis 通常我們在中文裡面 有學者把它翻成性別白熱化 所謂性別白熱化的意思就是 因為到了青少年期 因為青春期的發展 你的男性女性的特徵更加明顯 然後除此之外 因為你的男性女性特徵特別明顯 父母親老師對男生女生的要求 的差別性就顯示出來了 比如說在學校裡面 在學校功課上面 可能對男生女生的期待會不一樣 在家裡面也許對女生的安全比較重視 期待你比較早一點回家 或是說你在同儕裡面 你是男生女生 那你應該做什麼樣的行為出來 甚至在romantic appeal上面 就是你在對異性的吸引力上面 也會在同儕之間 會明顯地顯示出來 那這些都會讓性別 本身這個議題 變得更凸顯 小學的時候可能 還對男生女生的區變 還不會這麼強 可是到了青少年期以後 對男生女生的區變性 就會非常非常的重視了 所以我們會叫他性別白熱化的假設 這是在青少年期特別有的現象 那我們在談性別發展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就會先去問 男生女生有什麼不同 到底有沒有性別差異這件事情 我們如果說從統計數字上去看的話 其實有很多生理上的差別 比如說男女的壽命不同 女生的壽命比較長 男生女生對於很多的疾病 比如說高血壓的男生 是比較比女生要多的 或者是說我們也發現說 男生的stress hormone 是比女生高的 就是比較在危急的時候 他所分泌的壓力荷爾蒙更高 然後他的血管 比女生沒有這麼有彈性 那這些都是很基本的 如果你再去談的話 都有很多從生理上 從大數據上 你會看到男生女生的差別 那如果就腦部功能的話 我們就講一下腦部功能好了 從腦部功能上的差別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hypothalamus 在下士丘 我們明顯的看到 在下士丘裡面管很多是人的 很多基本的動機 比如說吃東西的動機 性的動機等等 那我們會發現說在管sexual behavior 管性行為的那部分的動機 下士丘的那個area 是比女生要大的 就是男生比較大 女生比較小 這是在很多的研究中都看到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parietal lobe 是講的是我們的頂頁 大腦皮質大概分成四頁 枕頁比較多很多管視力的 在後面就是枕頭的枕 那頂頁 它通常管很多跟運動知覺有關的部分 那在頂頁的部分呢 我們明顯的看到 男生的parietal lobe 是比較活動是比較活躍的 那它就是跟男生的知覺 spatial 的能力也比較有關 跟男生的動作也比較有關 就是動作能力以及知覺上面 尤其是visual spatial的能力 那空間感的能力 那都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發現說 男生也是比較活躍的 那這也是有很多的研究有所發現 那比如說在emotional reaction 的幾個 腦部的幾個跟情緒有關的部分呢 我們會去看就是發現說 女生的代謝 新陳代謝就是很多的代謝功能 就是你如果去照的話 你用一些核磁共振的噪影去照的話 你會發現說女生在跟管情緒有關的 有關的部位 他們的活躍度也比女生高 好 所以你其實是可以 從大腦的很多功能上面 或是他的活躍的程度上面 去看到男女生的差異 好 那下面我要講的兩個部分呢 一個是社會學家 另外一個是一個諮商心理學家 所說的呢都是跟溝通有關的 都是跟溝通有關的 好 那講完了這兩個跟溝通有關的 兩個派別兩個學者的觀念之後呢 那後面也有學者去反駁他們 但是我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 學術上的爭論 所以我們先從男女有別 在溝通有別的這件事情上 我們先介紹兩個人物 一個是社會學家叫做 Debora Tennant Debora Tennant 這個人呢 在1990 年代 1990 年出了一本書叫做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然後這本書也有中文翻譯版 叫做男女親密對話 兩性如何進行成熟的語言溝通 那他就把男生與女生的溝通方式 做了一些區變 那請你看你的書本上的 173 頁上面有兩個小黑點 一個叫做report talk 另外一個叫做report talk report 這個字 就是我們上次學過 在什麼地方學過呢 就是當我們在講 怎麼樣幫助rejected children的時候 我們說你要幫助rejected children 你可以走一個 臨床心理師走的步驟 那除了我們在先做 評估 診斷 治療之前 最重要的事情是先 建立report 就是建立投氣的意思 這個 Deborah Tennant 的這本書 一開頭的時候呢 他就講了一對情侶 男生跟女生 他們在美國這個地方 因為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職業 所以兩個人是遠距離的關係 那有一天呢 這個男生女生呢 就在紐約跟他們的朋友一起聚會 然後呢 他就舉這個例子說 好 那一群女孩子 圍著那個女主角 一群男生圍著這個男主角 開始談他們的遠距關係 然後呢 就會發現說這些女生 就給這個女孩子很多同情 然後這女孩子也說 喔 真的很辛苦啊 然後這些女生就互相提供 他自己的人生經驗 去跟這個女孩子說 然後有很多的情緒上的交流 然後呢 當這個男生在那一組人裡面呢 大家在講這些話的時候呢 在講說 你這個遠距離戀愛一定很辛苦吧 這男生就說 沒什麼啊 很好 我們處理得很好 什麼等等的 然後就否認有任何的問題存在 那他們就開始去談別的事情 那Debra Tennant 就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 在女生在一起的時候呢 通常 他們喜歡互相諮詢 互相討論 可是男生呢 他們不喜歡用諮詢的角度 去跟別人談自己的問題 他不喜歡尋求幫助 而且呢 他會發現說 在私人的場合裡面 女生私下溝通的時候 話很多 比較不會冷場 可是男生如果私下講話的話 就會比較不知道怎麼講話 可是在公開的場合裡面 就是私下公開場合的區別是 男生在公開的場合通常比較多言 而女生比較沉默 可是女生在私下的場合呢 互相做心靈溝通 情緒交換的時候 女生就比較多言 而男生就比較不會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而且他說女生呢 通常會互相給予意見 互相讚美等等 可是男生呢比較不會 男生在互相溝通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用讚美啊 同理啊的角度 談事情 他不是主動的命令 就是提供訊息 所以男生聊天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男生聊天很多時候 是在講政治 在講股票 在互相交換笑話 那互相交換笑話 或者是做這個政治股票 體育等等的評論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都是在report 他們在報告他們自己 對於外界的世界的能力 對於新聞的了解有多深入 那其實是一種 顯示自己的power 所謂的self-assertive speech 可是女生呢 事實上是一種 affiliative 增進親和性的一種語言 所以呢 他女生在談論中 就是會談一些 比如說人際關係的細節啊 等等的 那男生呢 都是談一些外面的事物 體育政治 股票 笑話等等 那女生呢 通常就是會談的巨細民意 可是男生呢 對於就是比較detail的事情 他們比較不在乎 他們通常說話 重疊的成分較少 然後通常比較輕描淡寫 好 那如果發生衝突的話 會怎麼樣 女生覺得衝突 是對和諧關係的一種威脅 所以他們在溝通的過程中 盡量減少衝突 避開衝突 可是呢 男生如果在這個 互相溝通的過程中 如果發生有衝突的形式的話 他們就會直接直求對決 是這樣子一個形式 好 所以我們 Debra Tennant 就說 說男生啊 是我們可以說他是 就是competitive 然後呢 他們在溝通的時候呢 主要的是一種 ego display 去展示自己的自我 ego displays 女生呢 從另外角度上呢 是一種collaborative 是一種合作性的 discourse 是所謂合作性的 那個繪畫溝通 然後他們在乎什麼 self disclosure 他們在隱密的談話中 私下的談話中 講很多 然後很願意自我揭露 然後當這個女孩子 講這個女生的問題的時候呢 其他的女生也會衝過去講說 我跟你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我有一次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就是在自我揭露的過程中 慢慢的建立了情感 好 這是debra tennant 對男生女生 對男生女生 在溝通上的差別 他做了這樣的說法 那另外一個諮商心理學家呢 叫做John Gray 他在 不論 美國或是台灣的書 都非常非常的 流行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接觸過 好 那我們看一下書本上 他甚至把他一些書名講出來了 有一本書名就是 一百七十四頁的 中間那個Gender Controversy 那一段的第二段 的第三行 你會看到一個寫體字 就是Men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以男性來自火星 女性來自金星 來打比方 然後John Gray 就以這樣的形式出了一系列的書 那他這一系列的書呢 所謂的火星跟金星呢 他就做了一個比擬 他說男生住在火星上 那有一天有一個太空船來了 然後再來了一群金星來的生物 那這群男生看到這群 從太空船下來的金星上的生物呢 他們就非常的驚艷 因為覺得他們長得非常的美麗 非常的溫柔 然後覺得簡直是太棒了 世界上怎麼有太棒的這種生物 就想要跟他們交往 可是慢慢交往之後 他們就發現說 兩方雖然會被互相吸引 但是他們事實上是卻非常非常的不同 他們的需求也非常的不同 那John Gray 就是以這樣的角度去說明 在一起的一對情侶 當他們溝通的時候 當他們就是有親密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雖然生在同一個屋簷下 他們的需求不同 他們往往用自己的需求去想像同理 對方的需求 而給錯了東西 造成雙方的差異與不了解 那麼比如說有一個壓力來了 如果說一個男性在外面碰到了一個壓力 他最需要做的事情 他最想做的事情 他就是躲在一個地方 躲到他自己的山洞裡面去 閉關 他要自己去深思熟慮的想清楚 當外在碰到了一個困境的時候 他要怎麼處理 所以他在閉關期間 他很不喜歡被打擾 很不喜歡有人跟他講話 他也不想跟別人吐露心事 我們剛剛才講過 他是不會隨便吐露心事的 然後他覺得如果說給我一個自由的空間 讓我深思熟慮的去解決問題 你才是真正的體諒我 所以他不會跟女生多講說 報告說我現在需要什麼 而且他覺得這是他的需要 所以同樣的 當一個女生發生了什麼壓力衝突 然後他回到這個家裡面 當他覺得有壓力的時候 這個男生看到女生正在面臨挫折 面臨壓力 男生也覺得說我要體諒你 我知道你 你現在正在壓力的狀況之下 那我最好是不理你 不管你 讓你有自己的空間 讓你能夠去完整的處理 你自己面對的壓力 好 那可是從女生那一方 當他看到男生有壓力的時候 當男生在閉關在自己的山洞裡 想要自己解決問題的時候 女生卻覺得我們是partner 如果你有壓力的話 那也是我的壓力 如果你在外面有衝突的話 我要負責來紓解你的情緒 所以這個女生會怎麼樣呢 會陰陰探尋 不斷地詢問說你需要我的幫助嗎 然後希望說男生可以 就是跟他分享他自己碰到的挫折 可是這個男生他就是想要閉關啊 他完全對女生不理不睬 然後呢 女生這時候不斷地付出 不斷地關心 可是他覺得他的付出與關心 受不到男性的青睞 那受不到男性的青睞 他就會加倍付出 覺得說我一定做得不夠多 好 那可是男生呢 卻繼續地閉關 所以這個女生就不斷地付出 不斷地付出 都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 都沒有得到任何的感謝 所以他就一直付出之後 就直到最後完全失望 覺得說這個男生 完全是失望 完全不appreciate 我對他的付出 那你也可以想像到 當他自己有非常難過的事情 需要處理的時候 他也同樣地覺得說 他需要男性的關懷 他需要有人一起分享 他要有一個在家裡面的閨蜜 跟他分享他的情緒 他需要疏解 可是這個對方卻一直遠離他 當他在最需要幫助 最需要壓力 最需要疏解的時候 這個男生卻反而離得他更遠 所以這時候他就開始懷疑 這個男生到底是不是關心他 所以當他的完全失望發生以後 他就在自己的外面 築了一層高牆 然後等到這個男生 從洞穴中走出來 從他自己受到壓力的洞穴中 走出來的時候 然後需要女生 就是再需要跟女生再和好 然後再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的時候 男生覺得我已經解決了 我自己的壓力的時候 這個女生卻因為不斷地付出 都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 而覺得這個男生根本不關心我 他根本不需要我 所以女生就在這個時候 在他的身旁組了一道磚牆 不是組到了 組了一道高牆 而是組了一套打不破的磚牆 因為他對這個男生徹底失望了 可是男生從洞穴走出來的時候 卻找不到這個女生了 因為這個女生已經 把他自己身邊的高牆圍起來了 好 那John Gray 又這樣子的比喻去說 女生需要的是隨時的被關懷了解 好 那在這個關懷了解之中呢 他才能夠知道說 他自己 他自己是被愛的 被關心的 而且呢 他就是他 在這個時間點上呢 他就是一直需要關懷 那男生呢 是需要就是說一個空間 好 所以我們會這樣 John Gray 做了一個結論 他說女生需要被關懷了解與尊重 可是他卻往往忘記需要去感謝接受與信任對方 因為當男生不表達什麼的時候 當男生給他空間讓他自己去 給他自己去處理他的問題的時候 他會不信任男生 覺得你不再愛我了 但是事實上男生是因為信任他 所以呢 女生是常常忘記了要付出感謝 付出接受 付出信任 好 那男生呢 男生他需要被感謝接受與信任 但是他得不到 他不懂得的是要關懷尊重與了解對方 好 所以男生要的是感謝接受信任 可是女生卻往往忘記付出感謝接受信任 女生需要被關懷 被了解 被尊重 可是男生卻常常不懂得付出關懷 了解與尊重 所以John Gray又就是用這樣的說法 去說明這個火星金星的兩種生物 雖然就是愛慕著彼此 卻常常溝通不良 而引發一些男女之間 跟伴侶之間的爭議 好 那這兩套說法 我相信你聽了以後 都覺得非常迷人 覺得Debora Tennant在講說 男女生在團體裡面的特色 以及溝通方式的不同 非常有趣 而且也可能會談到你就是 身邊的生活上可能也可以舉例 那John Gray呢 如果說有過親密關係的男生與女生 也會知道當他們在一起相處的時候 常常會溝通不良 然後會覺得對方不夠體貼等等 那這個對方不夠體貼 可能那個體貼的意思 對男生與女生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好 那雖然這兩本書 或者John Gray的很多書 那Debora Tennant的這本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雖然在坊間 都是暢銷排行榜的名作 可是久了之後呢 大家就開始覺得 尤其是一些社會學家 就開始覺得說 你是不是太誇大了男女差異 這些男女差異的誇大 是不是其實造成了一些 對男性女性的不公平 所以呢 有一個學者呢 就會開始叫做Alice Igley 她就開始說了 她說男性女生的差別 其實是因為他們在社會化的過程當中 他們所擁有的資源是不同的 尤其是女生的資源是比較少的 好 所以引發了他們的成長過程的差異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誤解 而你如果真的去看很多的研究 再去研究男女差異的話 其實男女相似的地方 比男女差異的地方要多太多太多了 好 那所以呢 後來經過了一些後攝的研究 Meta Analysis之後呢 後來就有一個新的研究說出來了 說這個男女差異 真正有男女差異的部分 只有三點 請你看書本上 在174頁的Gender Controversy 我們剛剛已經指出的這個部分 好 在174頁Gender Controversy 這個段落底下的第二段 我剛剛請你們看到第三行是 告訴你那個John Gray 的書名 我們繼續往下看 第二段的第六行 他說 Gender Differences either were non-existent 根本不存在 or small in most area 甚至呢 甚至呢 不存在 或者是差異很小 甚至包括什麼呢 甚至包括數學能力 或者是溝通 這兩項 我們常常覺得 男生的數學能力比女生好 女生的溝通能力比男生好 他說在透過meta analysis的分析之後 發現說 其實溝通能力上 男女生也沒有什麼差別 在數學能力上的差異也不大 那他說 比較清楚的 男生女生有差異的幾個地方 是什麼呢 第一個 是motor skill 在動作能力上 很明顯的發現 男生比女生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sexuality 像比如說 我們剛剛有講過 夏氏秋裡面 在管性行為的部分呢 其實男生的 整個的area 是比女生大的 他說的確是 在sexuality上面 比如說 在男女關係裡面 對性的要求 或是 自衛的行為 在男生女生的自衛行為上 你都可以發現 男生的 性的行為上 的確他的需求是比較大的 那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physical aggression 你也的確發現說 男生的肢體攻擊 是的確比女生要多的 他說除了這三點之外 其實沒有其他的部分 就是從後攝研究 從整合性研究 meta analysis上面去看 其實是沒有其他的部分 是真的要去談男女差異的 既然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看 social emotional behavior 所以我們剛剛先講了 從 腦功能去講 然後從 溝通功能去講 然後呢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男生女生 其實真正的差異只有這些 那我們就從 social emotional behavior 的角度 去看 男女上的性別差異 如果說我們要從 social emotional behavior 的話 我們講兩個部分 一個講的是 aggression 一個講的是 prosocial behavior 男生的 aggression 的確是比較多 這個剛剛我們已經講過了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男生的攻擊行為會比較多 他們為什麼會訴諸攻擊 那當然你可以從演化上面講 就是說 男生需要獵食 然後要養自己 要養家 所以他們就是習慣有攻擊行為 但是現代的理論會告訴我們 其實是跟男生的社會化過程 是比較有關的 那我們從第一個 從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來講 那在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裡面 我們去看就是說 男生可能就是他們在 線索上的處理什麼等等的 可能都跟他早期 早期別人覺得 你可不可以用跟憤怒有關 跟攻擊有關的行為 跟攻擊有關的行為 來處理問題 被允許這件事情 被允許這件事情 所以你的有關 所以你的整個的 behavior pool behavior repertoire 當你從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裡面 到最後你去 long term memory 裡面 去找你的很多問題解決的方法的時候 男生在他的行為倉庫裡面 是被容忍用外顯的 externalizing的 外化性的行為去解決問題 小男孩從小他所受到的 社會化管教的強度 就比女生要低一點 你想想看一個小女孩 他如果跑去打人 跑去搶別人的東西 跟一個小男孩跑去打人 跟搶別人的東西 你所受到的待遇 其實是不一樣的 以前有一個學者 是一個臨床心理 兒童心理師 臨床兒童心理學家 在美國波士頓地區職業 他就深深的感覺到 說小男孩在成長的過程中 他的憤怒的處理 整個的處理模式 其實是在整個的成長過程中 所受到的壓抑與管教是不同的 所以他出了一本書叫做 Raising Ken Ken 是聖經裡面的一個人名 是該隱 該隱 該隱就是在聖經裡面的一個故事 講兄弟細牆的故事 他說Raising Ken Ken後來去殺了他的兄弟 他就說 用Raising Ken這本書 在中文翻譯得很好 翻成該隱的封印 他說後面的附題是 揭開男孩世界的殘忍文化 就是小男孩在整個成長過程中 他們的情緒表達 以及他們的行為模式 怎麼樣去面對衝突呢 他的處理模式裡面 其實是就是這個部分 沒有被好好的處理 而事實上 男孩特別需要處理呢 是你如果從小嬰兒 你如果去看小嬰兒的情緒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的研究就發現 小嬰兒小嬰兒的情緒裡面呢 男孩去組織他的情緒的能力 其實是比女孩要晚出現的 小男孩在嬰兒期的情緒 情緒處理情緒自我的 regulation的能力 是比女孩子稍差的 而且呢他出生之後 他在處理難過焦慮 憂鬱緊張等等的情緒呢 通常父母親對女孩子容忍度比較高 對男孩子容忍度比較低 就是你不可以哭 你不可以焦慮 你不可以緊張 你不可以怎麼樣 但是呢 你如果表現Anger 你表現憤怒 然後做出攻擊行為 卻被容忍的程度大很多 所以正是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一路到SIP裡面的Long-term memory 裡面的行為倉庫來看 就讓男孩子呢 從小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底下 讓他在認知功能上 最後終究到認知功能上 都讓他覺得 攻擊行為是被允許的 好 這是從Social Emotional Behavior裡面 看 Aggression裡面 我們看到男女差異 及去深究男女差異的原因 那我們再來看 就看Prosocial Behavior了 好 那你當然可以想像得到 女生是比較體貼的 女生是比較Considerate 是比較去善解人意的 那你也會看到 女生在很多時候 她好像似乎是 比較願意去幫忙別人的 可是問題是說有的時候 你真的去街上看 你會發現說很多事情 其實真的出來幫忙的人 會是男性 而不是女性 那是怎麼回事呢 為什麼平常我們覺得 女生比較體貼 比較在乎別人 比較關心別人 比較有同理性 比較有同情心 可是真正去幫助人的時候 有時候又覺得說 為什麼男生願意出來 幫人的機會比較大 這是怎麼回事 那我們就看看 Prosocial Behavior 其實有兩個重點 Prosocial 的兩個重點 一個是 Less risk in harming oneself 然後第二個是 你要自己覺得 你自己是有能力的 你要覺得 你自己是有這個能力 是self competent 你如果覺得自己有能力 而且你覺得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會受到傷害 那你是不是就 會願意去幫助別人 那一般來講 在成長的過程中 當男孩子 到了青少年期 慢慢長大以後 他覺得他的力氣夠大 他在成長的過程中 所受到的 support 資源 可能也比女孩子多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大部分的男孩子 就 in general 平均來講 男孩子對自己的能力的自信 是比較高的 你記不記得 我們以前看過這個 自尊的發展趨勢圖 然後我們發現在 自尊的發展趨勢圖裡面 一路上在成長的過程中 尤其在青少年期 就是男生比女生高 所以當他自己 覺得自己有能力 而且他又有體力 覺得說在幫助別人的過程當中 他自己受到傷害的可能性 比較小的時候 他當然就願意幫助別人囉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在 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裡面 這塊 pro social behavior 這一塊 雖然我們平常看到 女生是比較體貼 比較願意去同情 同理別人 但是問題是說 當真正要幫助別人 做出行動來的時候 其實往往男生因為 有這些資源 讓他有自信 而願意真的做出 幫助行為的可能性 反而在統計上 比女生要高一些 好 那有這些以上所說的 所說的 gender differences 以後 我們來看一個 性別心理學家 所做的研究 這個性別心理學家 叫做 Sandra Bam Sandra Bam 以及她的先生 在康奈爾大學 所做的研究 就談的是性別的理論 那 Sandra Bam 的研究 或是她自己的本人非常有趣 你如果去網路上找的話 我不知道現在還看得到 看不到 這 Bam 先生跟 Bam 太太 養了一個女兒 那他們為了要在家裡 落實性別平等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把所有照顧的女兒 完全一分為二 好 那當這個完全一分為二要怎麼分呢 就是有一些是 Mother's Day 有一些是 Father's Day 就是今天是爸爸來照顧小女孩 另外一天是媽媽來照顧小女孩 所以爸爸管所有家裡的廚房的工作 送她上學什麼等等 今天有爸爸管 今天有媽媽管 所以我記得我以前在網路上看過一張照片 就是這個小女孩拿著一張她自己畫的圖畫 就是今天是爸爸負責的那一天 所以她就把爸爸的很多 照顧她的很多的行為都畫下來 然後有一天是媽媽照顧她的那一天 所以把媽媽照顧她的行為都畫下來 所以他們是一個 完全執行男女完全平等的家庭 好 那Sandra Bam 怎麼樣看男生跟女生這件事情呢 請你翻到書本上的176頁 好 她說人啊 就是 Gender Role Classification 就是當我們在談這個性別角色的時候 她說性別角色呢 其實就是有分 Masculine 跟 Feminine 就是男性化跟女性化 好 那請你看到 Figure 3 Sandra Bam 她有一個量表 叫做 BSRI 那 B 就是她的 Last Name Bam 那 S 是 Sex R 是 Role Sex Role 就是性別角色 然後 I 是 Inventory 是調查 所以呢 這個 Ban 所發明的性別角色調查呢 它其實就是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形容詞 要你去勾選說 你自己在這個形容詞中有多像你自己 好 那這個 Bam Sexual Inventory 有分兩種的性別的名詞 一種是所謂 Feminine 女性化的性別名詞 一種是男性化的性別名詞 那我們看到 176 頁上面的 Figure 2 好 那上面綠色的 Example of Masculine Items 男性的這些 Items 它怎麼形容男性呢 比如說是 Defense on Belief 你願意為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而去 保護他們而去辯論 Forceful 強力的要求 別人一定要做到什麼事情 或是自己一定要做到什麼事情 比較強力 然後 Willing to take risk 願意去嘗試著做一些 稍微有點危險的事情 Dominant 比較武斷 然後主導性比較強 然後 Aggressive 攻擊性比較強 那你看女生 Feminine 女性化的 Item 就是說 不會用比較傷害別人的語言 說話的方式 語句比較不會傷害到別人 然後比較 affectionate 比較溫暖 然後喜歡小朋友 然後對別人比較 understanding 比較願意去了解別人 然後比較溫柔 所以它用這樣的名詞 讓每個人去描述自己 然後從每個人在 Feminine 跟 Masculine 的得分上 把人分成四種 請看 Figure 3 它分成哪四種呢 就是 Masculine 高 Masculine 低 Feminine 高 Feminine 低 如果說你的男性化的分數高 女性化的分數低 那你當然就是所謂的男性化的人 Masculine 的人 如果你的女性化分數高 男性化的那些 Item 的分數低 那你當然就是 Feminine 女性化 那還有另外兩種人 一種是 Undifferentiated 就是男女都低 然後另外一種是 Androgynous Androgynous 是一棵樹 一個植物雌雄同體 叫做 Androgyny 所以他用雌雄同體這個字呢 就表示說這個男生女生的特質都有 那同時他把 Masculine 跟 Feminine 的那個 這樣的特性呢 他說成了男生 Masculine 跟女生 Feminine 他叫 Instrumental Trait 那女生呢叫做 Expressive Trait 他說男性化的特質都是一些工具性的特質 女生的特質呢都是一些表達性的特質 那我們剛剛看了上面的那些 Item 你可能也可以想像的到 就工具性的特質就是男生需要 掌握現場狀況 所以他就是可能會比較 Forceful 他可能會比較武斷比較主導 然後攻擊性強可能也是為了要達到某些目標 所以男生是比較目標性工具性的 可是女生呢比較是屬於表達性的 體貼的等等 都是比較屬於表達性的 那他說如果是 Androgynous 的人 就是表示說你工具性跟表達性都很強的人 其實你想想看現代社會 現代社會一個如果只有工具性的人 可能不受歡迎 只有表達性的人覺得他是個弱者 所以現代社會是希望是工具性跟表達性都強的人 所以現在 Bam 也說 他說現代社會其實是希望每個人是 Androgynous 是雌雄同體 是兩種的個性都要有 那這是 Sandra Bam 的說法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對 Social Emotional Behavior Aggression跟 Pro-Social 再做一個結尾的話 那我們應該說在現代的社會上 如果要做一個適應力強的人 應該是同時要男性化 同時要女性化的 那現在 現代社會又有一個新的方法出來 新的說法出來 那請你看一下 179 頁 是 Gender Role Transcendence 179 頁最上面 這個 Transcendence 是凌駕於上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在考慮一個人 在描述一個人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要從 Androgynous 來想 比 Androgynous 更進一步的是說 我們根本不要去想一個人 他男性化比較多 還是女性化比較多 不要去想他工具性比較強 還是表達性比較強 我們根本不要把男性女性的概念 放到去了解一個人身上 如果我們要了解任何一個人 就從他人本身 這個人的特色去了解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做一個 就是 Transcendence 的人 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看自己 或是看每一個人的時候 就是看你自己本身的特質就好了 根本不要把 Gender 根本不要把 Sex 的議題 拿入考慮 這是現代社會其實更新的走向 是朝向這個方向去實踐的 以上我們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Gender Differences 那下次我們再來講這些 跟 Gender 有關的理論 我們上次介紹了這個 Sandra Bam 的 他的測量工具 叫做 BSR I Sex Role Inventory 那這個 Sex Role 或者有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更 不具有生理意義的名詞 叫做 Gender Role 叫做性別角色 那我們今天就先要談一下性別角色 稍微給大家一個定義 然後接著我們要談一下 就是跟性別角色跟性別認定 有關的一些發展的理論 有關的一些發展的理論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 Gender Role 是什麼意思 通常 Gender Role 我們可以就是很簡單的 在傳統的角度上面 我們就可以分成男性跟女性的 不同的性別角色 那男性的性別角色 比如說像上次我們提到的 比較是屬於 Instrumental 的 Traits 所謂的工具性的 比較競爭性的 比較強而有力的 然後比較堅毅的 勇敢的等等的 大而化之的 可是女性的 Gender Role 我們通常就會把它想成是 你又體貼又溫柔又細心啊 喜歡小動物啊等等的 叫做女性的 Gender Role 那我們也可以把這個 Gender Role 放到一個情境裡面去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的是 傳統的 Gender Role 就在家庭裡面 我們會說家庭裡面 父親的角色就是一個權威的角色 或者她是負責賺錢養家的人 或者是做家庭重大的決策的人 那母親的性別角色呢 傳統上就是提供溫暖的 照顧小孩的養育的等等的角色 那你當然可以 在現代社會裡面 21世紀當然 你聽到這些 Gender Role 的概念 你就覺得非常傳統 然後非常的歧視 好像把人都限定在一個 固定的範疇裡面 只能做這些事情 那所以我們上次也講了 所謂的 Gender Role Transcendence 就是把性別角色這件事情 完全都撇開 專門只看這個人本身 那可是問題是說 Gender Role 事實上還在我們的生活中 常常的發生 所以我們不但要介 就是大致跟大家講 什麼叫做 Gender Role 而且我們還要講一個名詞 是更極端的叫做 Gender Stereotype 我們說 Gender Stereotype 是刻板印象 那你當然一聽到刻板印象 你就對這個感覺就非常不好 就覺得說這個人為什麼 給人家有這樣子的偏見 可是我們如果深究的話 刻板印象其實就是一種 我們叫做內隱 人格 理論 叫做 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y 意思就是說我們常常對人 很容易看到那個人沒有幾眼 跟他稍微對話 或是對他的背景 比如說他的性別 他是哪裡人 他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就是少少的這一點他外在的背景 我們就會對他形成一種期待 那這種期待其實就是一種刻板印象 那這種刻板印象其實在我們對人的 所謂的 Impression Formation 所謂的印象形成的歷程中 他其實是有個好處的 什麼好處呢 他可以減少你的認知負擔 比如說你是台大的學生 當你在外面碰到另外一個人 他也告訴你說 他是台大的學生的話 那你馬上就對他有一種親切感 你就知道跟他談什麼話題 就是可以有共同的特性 很快的就會熱絡起來 所以這些所謂的 Stereotype 他其實是平常在我們的生活中 是很有用的 是減少我們的認知負擔 當我們看到一個人 知道他的一點點的狀況以後 我們很快的知道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跟他相處 而不必完全從現實現地的每一個互動中 去重新摸索去瞭解一個人 好那這雖然減輕了我們的認知負擔 讓我們的生活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問題是說 當你對別人形成一個印象的時候 這個印象就可能是一個錯誤的印象 而且可能是一個僵化的印象 他就是所謂的 Stereotype 那我們常常在面對人的時候 先知道他是男生和女生的時候 我們就會產生一種 Stereotype 那有些人的 Stereotype 很嚴重 甚至我們說他不只是叫 Gender Role Stereotype Gender Stereotype 而且我們可以叫他 Gender Prejudice Gender Discrimination 叫他性別的偏見 好那過去的研究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性別差異的發現 他發現說一般來講 男生的Gender Stereotype 的嚴重度比女生高 女生對性別的刻板印象 或者是歧視或者是偏見 其實是比男生 就是從統計上面來講 是少一點的 好那這是我們對Gender Role 我稍微做一些介紹 那接著就會產生了另外一個 行為層面的名詞 叫做Gender Typing 我們不只是對性別有一些印象 有一些認知上的偏見 有一些認知上的刻板印象 而且我們也會 對別人或對自己有期待 應該要做出什麼樣 跟性別角色配合的行為 那我們叫他Gender Typed Behavior 或是Gender Typing 下面我們要介紹的一些理論 有些我們淺淺的介紹 有些我們談得比較深入 都是在講Gender Identity 都是在講性別的認定 以及在講Gender Typed Behavior 講性別配合行為 也讓我們知道性別的行為 或者是認知認定 是怎麼樣發展來的 好那我們就一一介紹 那我們稍稍提一點的第一個理論呢 就是弗洛伊德 好那我們這只是複習一下 如果你記得的話 弗洛伊德基本上 我們說他是一個 沒有chauvinist 他是一個男性沙文主義者 好那如果你記得這個學期 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在講 弗洛伊德認為 女性的道德是並沒有男性高超的 因為女性沒有閹割焦慮 那因為沒有閹割焦慮 讓他沒有一個龐大的力量 讓他去要遵守著認同於家長 尤其是小男生去認同於家長的 道德觀 價值觀 所以造成這個小孩子 他在成長的過程中的道德感 是沒有男生高的 那你當然想說這件事情 是一個荒唐至極的想法 可是弗洛伊德基本上 他就是從這樣子的角度去看 男性與女性的差別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弗洛伊德他其實真的是一個 在性別角色或者是性別發展的 那個研究上面來說 他其實是有很多缺失的 好那另外一個理論呢 就是我們前面也談的 evolutionary 好如果我們認真去談 演化理論裡面的 關於性別的意義的話 其實你也會覺得充滿了歧視 怎麼說呢 比如說在演化裡面就會去講說 男生他們之所以這麼堅毅 好這麼勇敢 這麼等等 那是因為他們需要去獵食不同的動物 那拿回家去 那男生比較容易出軌 好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是要去散佈他的精子 所以他跟越多人發生了關係之後 那讓他的精子可以存活下來 好那女生呢 我們說女生是一個就是喜歡shopping的人 他為什麼喜歡shopping 因為他住在山洞裡面養孩子 那他在養孩子的時候 他需要各式各樣的資源 所以他走出去採果子 找哪裡有水 然後跟人家談八卦 說八卦 其實也是一種跟人家交往之後 獲得很多的訊息回來 然後去shopping 把很多東西拿回家來存在山洞裡面 這樣子孩子遇到了任何的危機的時候 他都可以馬上隨手拿出一個東西來處理 好那這些都是從演化上來講 女生要負責照顧小孩把孩子養大 男生要負責去打獵食物 或者是說傳播他的精子 那女生呢 要把他已經生下的孩子 好好保存他的生存 那麼這樣子 他自己的基因才能夠傳播下去 那這些evolutionary theory 的說法呢 都很有趣 可以想像就是說 這的確是在現實生活中 有看到男生女生的特性 但是問題是不要忘記 我們都沒有辦法做著時光機器 回到過往 回到遠古時代 所以這樣的說法 雖然聽起來似是有道理 但是他是沒有辦法 正在科學上面能夠獲得 什麼樣的證據的 好所以那我們就是 閒聊的時候說一說 但是主要的性別發展理論呢 其實並不是以演化理論為主 好那下面第三個理論呢 叫做Social Role Theory 叫做社會角色理論 那這個Social Role Theory 我們只前前講一點 它不是心理學的理論 它是一個比較從社會學角度的 出發的理論 但是他也講得非常有趣 怎麼說呢 他說這個世界之所以會有性別的差異 其實是因為在整個社會結構上面 男生與女生的角色 就是社會賦予這個男孩子 跟女孩子的角色的不同 在各個文化裡面所造成的性別差異 他說這些性別差異 主要是跟Social Hierarchy 有關 那就是如果說你有一個不同的社會科層的話 那女生的社會階層通常比男性要低 尤其在整個社會發展的過程當中 因為女生的力量比較小 然後她在過去又一直 只要一半結婚就被綁在生育裡面 因為以前沒有所謂的避孕的方法 所以當她綁在生育裡面 然後她力氣又不足的時候 所以在這個Social Hierarchy裡面 就是比男性要低 那麼在這個比男性要低的狀況之下呢 就養成了女生 事事都要想辦法與人合作 與人交好 那麼事事要聽從別人 等等比較順服等等的特性 所以男生女生的差別 Gender Role 上面的差別 事實上是從社會結構 以及女性的一些 就是她在這個結構裡面所佔的位置 她不是一個Dominant 她不是一個主導者 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造成了男女的差異 這是第三個理論 那下面要講的第四 第五 第六個理論 都是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出發 而漸漸成立的理論 那我們第一個要講的是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ender 那你如果記得前面我們講過一個人 叫做 Albert Bandura 的話 那其實這就是 Social Learning Theory 社會學習理論 或者是說我們叫 Observational Learning 叫做觀察學習裡面 那 Bandura 告訴我們說 當我們在學 一個新的行為的時候 是看到別人這麼做 所以我們會被 我們會有 Imitation 會模仿 然後呢如果說 這個榜樣在那邊的話 我們會模仿那個榜樣 我們叫它 Modeling 或者呢我們會被增強 或是被 懲罰 我們做一些行為別人喜歡 就不斷的 Reinforce 我們繼續做那個行為 那我們如果做一個行為 別人覺得不好 尤其是你附近四周的權威人士 覺得不好 他會給你很多的 Punishment 給你很多的懲罰 那你就以後不會再做這種行為 那麼所以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ender 的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孩子成長的過程中 他或多或少會 不自覺地做出一些行為 而這些行為 是跟 Gender Role 有關的 那如果別人喜歡這些行為 就會 Reinforce 它 別人討厭這些行為 就是 Punish 它 所以慢慢地 他就會有很多的 Gender Typing 的過程 那這些 Gender Typing 的社會化過程 就讓他會做出更多的 Gender Typed Behavior 那 Bandura 是用這樣的說法去講 說男孩後來變成男孩 女孩變成女孩 其實是因為他們學到了 不同的 Gender Typed Behavior 然後被 Reinforce 出來 然後他們用 Imitation 用 Modeling 做了這麼多行為出來 然後接著 隨著所謂的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Bandura 的理論是認為 當你做了足夠多的行為之後 那些行為慢慢地內化 就會形成了 Social Cognition 就會形成了所謂的 你對這些事情的看法的認知 所以 Bandura 是覺得 Gender Typed Behavior 是先於 Gender Identity 是先於你對這個 男性女性的 Gender Roads 的 Identity 就是性別認同 你要做了很多行為之後 你在認知上才會有個性別認同 覺得我就是做了這麼多 喜歡玩小石頭 然後出去賽跑 然後大家在運動場上活動 什麼等等 我像個小男孩 所以我是個男孩 Gender Identity 才會出現 所以他的理論基本上是說 先有 Gender Typed Behavior 那麼經過大家都這樣子 就是 Reinforce 你 獎勵你 然後你自己又去 Model 了 別的男生的行為之後 你就會變成一個男生 然後你就有一個 Gender Identity 覺得說我是個男生 好 那這個理論呢 就是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也有一些問題 問題就在說 Imitation 跟 Modeling 比如說 小朋友在家裡 有爸爸 有媽媽 那為什麼男孩會去模仿爸爸 女孩會去模仿媽媽 因為爸爸媽媽不可能隨時跟著孩子 沒有人可以隨時跟著孩子 隨時都給他 Reinforcement 跟 Punishment 那很多時候是孩子自主性的 Imitation 跟 Modeling 那為什麼男孩就 Selectively 選擇性的去學了爸爸的行為 女孩就選擇性的去學了媽媽的行為 那個選擇的過程是什麼 那如果他沒有一點 Gender Identity 知道我自己是跟媽媽比較像 或是我自己跟爸爸比較像 跟爸爸是同一個性別 或跟媽媽是同一個性別的話 我為什麼會特別去 有選擇性的去選擇爸爸媽媽的 其中之一的 Gender Type Behavior 那這是他批評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ender 的一個說法 那另外一個說法就是在實際的 我們到幼兒園去收資料好了 我們看到在幼兒園裡面 孩子們其實在很小的時候 在三五歲的時候 男生在幼兒園裡面就會說 那你不要去玩那個東西 那是個娘們的玩意兒 就會說覺得是一個女生的玩意兒 不要去接觸他 小男孩之間就會有這樣子的情形產生 就是很早很早 小男孩之間就已經知道說 那是男生 這是女生 然後我是男生 你也是男生 你要做男生的行為 那個 Gender Identity 已經出來了 那所以這是後來 大家對 Bandura 的批評 另外一個派別就是所謂的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Gender 我們所謂的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Approach 那如果你記得的話 我們在介紹Cover的時候 介紹道德發展的時候 曾經講到 我們說從Piaget以降 很多的學者去思考很多 跟社會情緒發展有關的議題的時候 他們仍然使用的是 Piaget的理論去談說 當我們有足夠多的認知能力的時候 我們對外界的很多社會事務 或是人際關係 或是自我概念 才會有一定的認知能力 去更深刻的了解他 那你也會記得 當我們在介紹Cover 在講Cognitive Developmental Theory的時候 我們也重新給你了一些review 比如說 Piaget談的或是這些學者 Cover也談的就是說 我們的發展 除了有biological readiness之外 也會有經驗 然後我們把孩子當作一個 constructivist 當作一個建構者 所以從這個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gender的說法 這個孩子就是他在 不斷的跟社會互動的過程中 建構出自己的gender identity 這個gender identity 你之所以 只能夠所以建構出來 也有所謂的adaptation accommodation assimilation的過程 然後也是因為 有了跟自己的gender identity 跟外界的一些回饋的disequilibrium 所謂的不平衡 所以造成這個孩子需要reorganize 再組織 而形成一個更高層的 關於性別的自我概念 所以我們也說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gender 其實也是一個stage model 它也會有在每一個不同的stage 有所謂的質變 qualitative change 那這些你一聽 你都覺得非常熟悉對不對 所以這個理論 其實也就是Colbert Lawrence Colbert 也是Colbert所提出的一個理論 好 那這個cognitive developmental theory 也說了同樣的事情 你的認知能力 其實是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有這樣的gender role the gender identity 到某一個層次的話 你必須一定要有認知能力為基礎 但是你的認知能力的基礎 並不一定代表你的gender role identity 就會發展到某一個程度 好 那從這樣來看 我們已經知道了 既然是一個developmental theory 有一個stage model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要看看 到底在Colbert的理論裡面 到底他把性別發展 到底分成哪幾個stage 好 那第一個stage 我們叫他 所以因為我們我們請問 就是我們在這種方法 找到某個方法 順去的解決情況 這個問題 跟我們想要解決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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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stage 我們叫它 basic gender identity 第二個 stage 我們叫它 gender stability 第三個階段叫做 gender constancy 所以就是基本性別認定 性別穩定 以及性別恆定 我們通常把它這樣子翻譯 我們就從一步一步來看這個發展的過程 所謂基本的性別認定的意思 就是說小明小的時候 你問他說小明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小明說我是男生 你說沒有啦 小明你是個女生啦 小明一定很生氣 他一定起而抗爭 可是他那個起而抗爭的背後 他的意義是什麼呢 其實是很薄弱的 你跟小明說小明啊你是男生 然後他說我不是男生我是女生 或是小明我是女生 不是你是女生 不是我是男生 當他在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跟你跟他說 小明啊我跟你講啊 我覺得你的名字一定不是小明 你是小華啦 你明明就是小華 你想想看 小明如果被人家說成小華 他是不是很生氣 他就說我不是小華 我明明就是小明 所以小朋友小的時候 當他開始去認識他自己是男生女生的時候 當別人告訴他另外一個性別的時候 他其實很薄弱的 他雖然會抗爭 但是你要問他說小明啊你是男生 那你將來想不想成為媽媽呢 你想不想當一個媽媽 小明說好啊我想當媽媽 我將來會成為一個媽媽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不知道他的那個角色 既然是一個男生或是一個女生 他就不可能再做別的 在這個角色裡面 跟著角色就是有關的事物了 他就覺得他如果是個小男生 他將來想當媽媽 他照樣可以當媽媽 他如果是小女生 他將來想當爸爸 他照樣可以當爸爸 所以所謂的有basic gender identity 可是沒有gender stability 的意思 就是他不知道他一輩子永遠 就穩定的在這個性別上 只能做這個性別所 就是被賦予的一些特定的角色 而不能跳到 跟這個性別不合的角色中去了 所以這個gender stability 的意思 在最明顯的一個測量 就是問他說 你如果是男生的話 你能不能變成媽媽 如果他說可以的話 他就表示他的gender stability 還沒有達到 只有basic gender identity 可是你覺得 gender stability 很了不起了嘛 對不對 就說我知道我是個女生 所以我將來只能當媽媽 我只能當阿姨 我不可能當舅舅 我不可能當叔叔 可是問題是說 你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們還有一個測量呢 就是給小朋友幾張圖片 然後這個圖片呢 比如說是一個小男生 穿著梳著西裝頭 然後穿著身上的衣服 是一個小男孩的衣服 然後呢你把一個裙子 放到這個小男孩的圖卡上 然後你就問這個小孩說 問這個受試者說 好 這個小朋友叫做大鳴 大鳴是個男生 小朋友就說 對 大鳴是個男生 你已經給我看到了 好 你確定他是個男生喔 他說對 你看他是個男生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 他給大鳴穿了一件裙子 然後就問這個小朋友 這個受試者說 你覺得大鳴現在是男生還是女生 這個小孩就說 大鳴現在是個女生 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轉換了一些外顯的 一些附加的一些狀況之後呢 這個孩子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物 他的性別是可以更換的 所以這個我們會 為什麼叫他conservation 你記得這個字嗎 保留概念 意思就是說一個東西 他原來是誰就是誰 比如說體積保留概念的時候 我沒有倒水告訴他說 雖然同樣的水 你放在不同的杯子裡面 他的長寬高可能不一樣了 但是他本質上 他的volume 他的體積還是相同的 那我們叫這個東西叫做 volume the conservation 叫做volume的體積的保留概念 好 那所以這邊呢 我們其實也是用gender的 保留概念去測量 只是換了一些外在的 外顯的衣服啊 小男孩梳了辮子啊 那就問說 問孩子說 這個孩子是不是 還是同樣的性別 那孩子在某個年齡層的時候 他可能就還沒有達到 所謂的gender constancy的時候 只要一旦外表的形式變了之後 孩子們就會說 這個就變了 好 那這是 Colbert 的理論 那 Colbert 的理論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他覺得 當一個孩子 要達到了gender constancy 要達到了gender conservation 的這個狀況之後 他才是一個完整的gender identity 就是你的所謂的性別認定 要完整在認知上 確切的出現 是需要這三個步驟都走完之後 這個gender identity才會出現 才會完整的 而這個時候這個個體 他在學這個 gender type behavior 的時候 才會非常甘願 他才會非常甘願的 去學這些 gender type behavior 那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我們卻也發現說 其實孩子們在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學習 gender type behavior 那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從 Colbert 的理論來講 其實他那時候 並還沒有完整的gender identity 可是他就先學行為了 所以 Colbert 的理論 本身是覺得認知先於行為 但是我們卻發現說 在孩子們有認知之前 行為已經開始學習了 而且就是特別去學那些 跟他的性別相符合的行為 所以 Colbert 的理論 也受到了這樣子的嚴重的批評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後面一個理論 gender schema theory 請你翻到課本的169頁 第四行 你就可以看到gender schema theory 所謂的性別基模理論 這個性別基模理論 他的目標就是要去解決 同時解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ender 跟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gender 這兩個理論裡面 所談的性別概念的發展 以及性別配合行為的發展 就是孰先 孰後 到底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樣用一個發展機制 去瞭解他呢 而且是符合現象本身的 所以這個gender schema theory 就會在現在 是比較大家比較認可的一個理論 gender schema theory 他也用了很多認知的角度去看 然後你看到這個字嘛 schema 基模 就是從 Piaget 的概念出來的 好 那 gender schema theory 的說法是說 我們每個人在看自己 或是在看別人的時候 在我們特定的文化裡面 我們都很早就會對性別 有一個概念 因為很早你就會被父母親 去認定說你是男孩你是女孩 這在每天的口語的生活當中 你都會認識到這件事情 不論是你自己或是別人 你都瞭解到 這個世界上是有一個意義 叫做 gender 叫做性別這件事情的存在的 你有了性別的意義的 知道這個名詞以後呢 你就會對附加於性別的一些 definition 一些定義 或是他的一些特性 會也跟著漸漸的去蒐集資料 然後別人也會攻擊你資料去瞭解 那這些就會成為你 作為性別這個名詞的 就是你的基模 你的認知架構 好 那你的從小的認知架構 其實可能只有一點點 但是隨著你每天的生活 你暴露在每天不同的社會情境裡面 不論是別人給你 你的增強或者是懲罰 或是你看到別人 怎麼樣被增強懲罰 這種種種一大堆各式各樣的訊息呢 都會慢慢的讓你的 gender schema 越來越複雜 也越來越穩固 所以小朋友小的時候 當他的 gender schema 還不穩固的時候 他可能會 就是有的時候會做一些 跟他的 gender typing 不符合的事情 但是隨著當你的 gender schema 越來越穩固的時候 你就越來越容易去 讓這個世界的很多訊息 都隨著你的 gender schema 而去認識它 這些學者做的一個很有名的實驗 就是他們有一個假設 這個假設就是當 gender schema 隨著發展而越來越 穩固的過程當中 像一個你的 filter 像你的認知的一個過濾器 就是當越大的孩子 當他的 gender schema 越穩固的時候 當外界有一些訊息 是跟你的 gender schema 不符合的時候 你會把它扭曲 或是你會把它忘記 因為他跟你認識的世界 是不相符的 可是小小孩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做了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是一個記憶實驗 他給孩子們兩種不同的訊息 一個叫做 gender type compatible 就是性別配合符合的訊息 他說一種叫做 gender type compatible 的訊息 就是跟性別配合符合的訊息 另外一種是不符合的訊息 他就給小朋友看很多的卡片 這些卡片很有趣 比如說一個男生穿著護士裝 這就是 gender type incompatible 也有一些比如說是一個伐木工人 後面是一棵大樹 然後拿著鐵具 然後電鋸 然後是一個女生 留著長頭髮 但是是當一個伐木工人 或者是消防隊員 可是是一個女生的消防隊員 所以就是在我們的傳統的社會裡面 我們去看 一個人是男生還是女生做的工作 然後就給他一些這樣的圖片 有些是compatible 意思就是說跟傳統的認識是類似的 incompatible就是像我剛剛講的例子 是比如說一個男生在採的縫衣機 在做女工等等 好 那這樣子的一些圖片 他就請小朋友去記住 然後到了兩個禮拜以後 又請這些孩子們回來 然後再給他們看同樣的圖片 或者是一些新的圖片 然後他問孩子們說 請問你兩個禮拜以前 有沒有看過這張圖片 然後而且問他說 你有多確定 你看過這張圖片 那有些圖片是新的 有些圖片是舊的 那當他問不同年齡的孩子 你有沒有看過這張圖片的時候 他發現小朋友年齡越大 他們的錯誤率反而越高 你本來覺得說年齡越大 他的記憶能力應該比較好 但是你會發現年齡越大 錯誤率越高 而且那些錯誤的 都是 就是gender incompatible gender type incompatible的圖片 他小朋友會記不住 會說沒有啊 沒有看過 那就算說他回答說有看過的話 他下面還有另外一個問題說 How sure 就是你有多確定 你看過這張圖片 當你去問孩子你有多確定的時候 你也會發現那些就算答對了 就說我上上上個禮拜 有看過這張gender incompatible的一張圖片 他說我記得我有看過 但是問他說你有多確定你有看過的時候 這些比較年紀大的孩子呢 他的那個確定感 很然 仍然比較低 所以這些就很好玩 就是明明年紀大的孩子 應該表現得比較好的 可是問題是說 因為這些東西在他的生活圈子裡面 是比較不常見的 所以呢 隨著他年齡越大 他的gender schema 越穩固之後 他反而容易把他過去的生活經歷 很快的就扭曲了 扭曲成跟他目前的 cognitive structure 跟他的認知結構呢 是符合的狀況 好 那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告訴我們說 我們每天的gender schema 每天在隨著我們成長的時候 會怎麼樣越來越穩固 那當然現在在不同的文化裡面 對性別的意識越來越清楚 而且越來越去強調平等性之後 那而且呢 我們現在也看到不同的人 可以做很多 不同的性別的人 可以做相同傳統上 覺得是某一種性別 才做的工作之後呢 這樣子的狀況 應該會慢慢的消失 就是對於性別的那個 刻板印象的僵化的程度 應該會慢慢慢慢的降低 好 那以上是我們介紹了 gender identity 性別認定 以及性別配合行為 gender type behavior 的發展過程的 幾個不同的理論 那下面我們要花一點時間來講的主題呢 是性別差異的 性別發展的社會化的歷程 那下面我們要開始講的呢 是gender differences 就是社會化的過程裡面 到底男生跟女生是怎麼樣被社會化的 那我們會從不同的角度來講 比如說我們會講 爸爸媽媽 然後 然後 手足 同儕 然後 學校 跟 學校跟媒體 我們會從這麼多不同的層面 去講 這個gender differences 怎麼樣被社會化 那我們先從家庭開始講起 那我們從家庭開始講呢 我們先從爸爸媽媽的區分開始講 然後再講兒子跟女兒的區分 男生跟女生的區分 其實爸爸媽媽 他們 的socialization strategy 是非常不一樣的 現在的研究告訴我們說 媽媽比較在乎女生的性別角色 爸爸比較在乎男生的性別角色 媽媽比較在乎女生呢 就是希望女生成為一個 有manner 就是他這個禮貌 怎麼樣做一個女孩子 腿要併起來 不要跑得太厲害 或者是說他的服裝 以及他的行為 他是不是夠體貼別人 他是不是 能夠 合作 然後他是不是比較負責任 在家庭裡面比較負更多的責任 然後更順從 等等 這不是只是台灣或者是 東亞文化而已 在西方文化裡面 他們其實對女孩子的要求 也是這樣的 而且就是對女生的autonomy 對女生的自主性 他其實是限制比較多的 好 這是一點 然後對爸爸來說 爸爸比較在乎的是男生 所以他其實爸爸花很多時間 就是在乎的是 男生的性別角色 會不會錯亂 他是不是表現出了一個男孩子的樣子 然後爸爸也比較在乎男生的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比較在乎男生子在他在智能上面 或是學業認知上面的發展 是不是達到一定的水準 他會帶很多男孩子做很多的活動 其實是跟孩子的認知發展會有關 然後對男孩子的這個性別角色的 這個設定也比較僵化一點 好 那麼隨著孩子的發展 慢慢到了青少年期了 到青少年期我們就先不管父親與母親 我們只管孩子本身 男孩子跟女孩子本身 那我們會發現說 男孩女孩對父母在到了青少年以後 父母對他的期待 也非常的不一樣 男生 其實對數學成績 父母親對男生的期待是比女生要高的 好 如果女生數學考不好 好 爸爸媽媽的容忍度 比男生的數學考不好 的容忍度要高出很多 所以男生的數學是跟 是跟爸媽的期待是 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好 這是對男生的部分 可是女生到了青少年期呢 我們說這個叫sexual vulnerability 女生在性上面 他是屬於比較 容易受到傷害的一方 好 所以呢 父母親也這個時候 開始對女生的 比如說她的活動範圍 她的穿著 她每天晚上幾點回家 等等 這些事情 父母親對女孩的要求比較多 比較保護 因為怕女孩子受到傷害 所以我想你可以從這一點 你可以看得 也看得出我們上次在談 這一個章節最開始談 所謂的 gender intensification hypothesis 所謂的性別白熱化的假設 說到了青少年期 孩子們比較感受得到 不論是同儕 不論是父母 什麼等等 都對於她的性別 非常的在意 那所謂對她的性別 非常在意的意思 就是說 因為她的性別的特色 所以而給她們的教養方式 就有很大的差別了 那這是男生女生的差異 但是很有趣的一點是說 在這些研究中 也發現說 如果媽媽是職業婦女的話 我們會發現 如果是媽媽是職業婦女的家庭 孩子們的性別刻板影響 會比較低 所以就是也是父母的影響 會讓這些孩子 因為看到媽媽出門做事 就是整個的性別刻板影響的 那個程度是比較低的 這是關於父母的影響 想介紹給大家的一些基本概念 手足的影響 對於一個孩子的性別角色的發展 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同儕的影響其實主要是 elder siblings 有樣學樣 有一個很有名的圖 是這樣子畫的 就是這邊是 masculinity 這是男性化的程度 這個研究畫出來的男性化的程度 的圖告訴我們說 如果一個男生 然後他有 older siblings 或是他是單獨的一個小孩 如果他是older sibling 是same sex 意思就是說他有一個 比他更大的 年紀的哥哥的話 那他的masculinity 通常是這樣 是很高的 如果他是單獨一個小孩 是獨生子的話 那他的masculinity大概是這樣 那他如果是other sex 意思就是他有個姐姐 但是沒有其他家裡 並沒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反而是姐姐的話 他的masculinity就是比 如果是獨生子的男生的話 還要更低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研究 告訴我們的結果 那女生呢 剛好反過來 你可以想像嘛 因為女生去看男性化的話 如果他有個same sex 好我們是這兩個圖 我們不做特別的比較 他如果是有個same sex的姐姐 same sex的姐姐 那他的masculinity 比如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如果這個女孩呢 是家裡唯一的一個小孩的話 他的男性化可能是這樣 可是如果說 他有個哥哥 那這個哥哥 帶著他的話 那他的masculinity呢 就是這樣 我沒有說這個高度之間是可以互相比較 我只是大概告訴大家的相對位置來說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older siblings 他的男性角色跟女性角色 男生 gender type behavior 性別配合行為 做多少 其實對於下面的老二 是非常有影響的 是可以看得到這樣的一個趨勢圖的 好 那 有了這樣子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下面要講peer 就是同儕 對於一個性別角色的發展 到一個孩子的性別角色發展 以及性別配合行為 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力 其實有人說 學校就是一個gender school 你在家裡 爸爸媽媽 多有這個性別平等的意識 然後想把一個小孩子 教育成一個 就是不太在乎 不太有性別刻板印象的孩子 但是你只要到了學校去 你只要到了學校去 幼兒園 國小 國中 慢慢的 孩子都會把你訓練 成一個 就是特別的 就是有一些 gender typing behavior 的孩子 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同儕們之間 是不能夠忍受 小學生跟國中生可能差不多 是不大能夠忍受 對方 他跟你自己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平常在學校裡面 你男生就會 自然而然的學到很多 instrumental traits 女生就會自然而然學到很多 expressive traits 而且呢 他會不斷的被 reinforced 那如果說你做出來的是 反面的行為的話呢 也會被別人吃之以鼻 所以我們會說 這gender school 裡面呢 就會 特別教你怎麼樣在文化上面 允許的我們叫做 gender appropriate behaviors 那當然你在每個文化裡面 什麼叫做 gender appropriate behaviors 可能不一樣 但是問題是說 你就發現說 在學校裡面 同儕就不斷的餵給你 就是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就自然而然的 你的性別差異 以及gender type behavior 就跟著同儕也學會了 而且呢 我們會發現說 在同儕裡面呢 女生的 gender inappropriate behavior 是比較 接受度比較高的 可是男生的 gender inappropriate behavior 他的接受度 在男孩區裡面 是比較低的 所以男孩其實是比較可憐 因為他如果做不出 就是gender appropriate behavior 的時候 或是他不喜歡做的時候 或他的那個女性氣質 比較高的時候 在同儕裡面 受到排擠的可能性 是比女生要辛苦的 好 這是第一點我要講的 就是 peer 4 gender score 那第二點呢 就是我們要講一個 很自然的現象 我們叫gender segregation 好 gender segregation 的意思就說 那你就說 你跟男孩子都不合 那你是個男孩 那你就跟女生在一起嘛 或是你是一個女孩子 你跟女孩子都不合 那你就跟男生在一起嘛 可是問題是說 大部分時候 男生與女生在 整個的成長過程中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就是一半 絕對一半以上的比例的孩子 他是習慣於 跟他同樣性別的人一起生活 然後就是 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還是以同性別的人居 同性別的人居多的 這是一種很自然的 就是性別之間的這個隔離 好 叫做gender segregation 那意思就是說 男孩交男孩的朋友 女孩交女孩的朋友 那我們上次在講 peer relation 的時候 我們有跟你講到 一點就是說 這個peer的關係的維持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說 男生的活動通常是大團體的 然後比如說 以運動為主 以球類為主的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就算換了班級 他們的友誼能夠繼續維持 因為他們 友誼的地點 並不是在課堂裡面 而是在運動場上 那女孩子呢 因為他們是小團體的 那而且是需要常常見面 然後常常說悄悄話的 所以呢 因為這個intimacy 其實距離的關係 就會影響到 女孩的intimacy的 繼續的維持 好 那這其實也告訴你的 就是gender segregation 就是因為男生女生的 那個活動的方式不同 而引發了 引發的gender segregation 那所以大部分的孩子 他其實在交往的過程當中 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的peer group 基本上就是 還是同性別的為主 那所以這個 同性別的為主的狀況 gender segregation 的狀況呢 也讓其他性別的孩子 並不一定願意 接納你加入 就算你比較喜歡 你是個女孩 你比較喜歡跟男孩玩 可是那些男孩子 也不一定喜歡你加入他們 那就算你是個男孩子 你喜歡跟女孩子玩 你覺得女孩子的個性 跟你比較適合 可是問題是說 他們也 女孩子也不覺得 你一個男生跑來哥哥不入 所以到最後呢 這個 gender segregation 也造成了 最後 這孩子還是得回歸到 自己的那個性別裡面去 然後又是一個 gender school 去不斷的去 去 reinforce 你的那種 就是 跟你的性別有關的行為 好 這是 peer influence 對於一個孩子的成長的影響 好 那再來我們稍微講講 media influence 那當然就是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在網路上 在電視上 我們所看到的各式各樣的訊息 不論是在 電視劇裡面 各式各樣電視的program裡面 或者甚至是廣告裡面 所引發出來的 對於性別角色的刻畫是怎麼樣 我給大家一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就是給大家看一個 很久以前的拍的一個 印度的洗髮精廣告 那這個洗髮精廣告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印度的元素 不論是它的傳統的元素 男女角色的 裝扮的元素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 異國文化的 很多異國文化元素的一個廣告 我希望透過這樣子 讓你可以跳出 你觀看你自己國家 自己文化裡面熟悉的 一個廣告 而去特別注意到 它對於性別角色的刻畫 那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不知不覺的 它在 為了要迎合大眾口味 要你買一個商品的時候 它就可能把一些 性別的元素放在裡面了 而你不自覺 好 這是跟media有關 跟媒體有關的 那最後我們要花一點時間 來談一談學校 那主要就是老師 班級裡面 對於gender type behavior 以及對於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中 因為他的性別的特性 以及他的一些 跟性別有關的一些行為 那麼到底在 在學校裡面到底是一個優勢 還是劣勢 那請大家翻到 課本的166頁 課本的166頁的下面 花了很長的篇幅 開始去談 到底在學校裡面 我們是不是有gender bias 是不是有性別的偏見 那讓孩子成長的過程中 其實是因為他的性別 而受到了一些 不好的經驗 那你看166頁 他先談的是 against boys 意思就是說 在學校的經驗 可能對男孩是不利的 可是你翻到167頁 他的下一段告訴你說 哪一些情景 是對女孩子不利的 所以男孩女孩都有不利的狀況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進了 中學的教室裡面 如果你是教場的同學 你進了中學的教室裡面 你可以不時的去反省一下 那有的時候 我們並不一定是真的 故意要去對男生比較有利 或是對男生比較有害 也不是故意要去欺負女生 或是對女生比較有偏好 但是就是因為在課堂上面 我們的一些平常過去的習慣 可能就影響到男孩與女孩的發展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條 他說 去遵守規範 遵守一些學校的校規 保持清潔保持有整齊 其實是在學校 或是在很多的教室裡面 老師們對學生的要求 你想想看這也是必然的嘛 我們的整齊清潔 其實是讓孩子每天 這麼長的時間待在學校裡面 必須要有一個好的環境 可是這些行為呢 通常對女孩子來說比較簡單 那跟她的 比如說她的生活習慣 從小被訓練的生活習慣 或是她 就是比較是適合女生的 而女孩子比較容易follow這些規矩 那男生就是比較不行 所以她比較容易犯規 就是在平常的遵守規定 以及在整齊清潔上 男孩子都是比較不吃香的 然後第二點 她說大部分的老師 大部分是女生 尤其是在國小階段 那到了國中 可能要看科目啊 等等的稍微好一點 但是她說在學校裡面 做教師這個行業的 其實還是以女性居多 那所以做教師的行業 以女性居多的話 其實對於男孩子的 gender identity 就比較困難 因為她要就是 她要認同於哪一個role model呢 當她要找尋榜樣的時候 她看到的榜樣 大部分都是跟她 不同的性別的榜樣 所以對於男生的modeling 她想要學習 效法的對象來說 其實對男生 她的選擇性是比較小的 這也是她的一個弱勢 第三點 男生比女生 更容易有學習障礙 或者有過動 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 等等的傾向 好 那我想這邊 我們雖然在這個課堂上 沒有特別談到 可是Fragile X 好 Fragile X syndrome 是正式存在的事實 如果你去看盛行率的話 不論是Learning Disability 就是學習障礙這個 這個疾患的盛行率 或者是ADHD 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e Disorder 就是所謂的過動 或者是 注意力缺失的這個疾患 他們的發病率 盛行率 也是男生高於女生 或者是自閉症 也是男生高於女生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Fragile X 意思就是說 因為男生他的染色體裡面 只有一個X染色體 然後另外一個是Y染色體 而Y染色體是比較短的 意思就是說很多的基因 在Y染色體上面 它根本不帶在Y染色體上面 它只在X染色體上面有 所以因為女生有兩個X染色體 所以有一些疾患呢 有一些像這樣子的行為疾患 它可能是 跟這個性連遺傳有關 是在性染色體裡面 而母親 女生因為有兩個X 所以他不會發病 可是男生因為只有一個X 所以就算他的這個基因是隱性 但是因為Y染色體上 沒有帶另外那個基因 沒有帶一個基因 所以就是他沒有辦法 整個覆蓋過去 所以就算這個媽媽 把這個X染色體 傳給了小男生 媽媽自己沒有病 因為他可能有一個隱性 一個顯性 可是如果他的X染色體 是傳給了小男孩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所謂的脆弱X 就是Fragile X Syndrome 就是這些疾病都在男孩子身上 會比較容易發作 產生或是凸顯出來 好 那男生凸顯的這些東西 他其實在學校裡面是不利的 對於他的學習是不利的 所以男生在學校裡面呢 也有比較多這樣的情形 那會影響他的學習 好 那再來呢下一個 很多情況是 女生在班上比較乖 不會對課堂教學造成困擾 好 男生又有這些 不就是不適合學習的這些疾患 而男生呢可能他的那個比較過動 好 那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他比較容易造成課堂的困擾 好 那所以呢他也 男生也就比較常常被老師批評 被老師責罵 所以男生受的處罰比女生要多 好 這當然對男生是不利的 可是問題是說 其實我們換個角度 我們先來講這件事情啊 女生因為在班上比較乖 不會對課堂造成困擾 所以他就算有功課問題呢 也常常被老師冷處理 因為女生都不會 他不會因為他不耐煩 他就會影響班上 他仍然坐在那邊不出聲 但他其實功課上他是不懂的 好 所以這個造成什麼呢 造成女生真的有學習障礙的時候 他雖然不容易被男生 像男生一樣被標籤化 因為男生學習障礙他可能就是 就是開始亂動啊去過動啊什麼就是 造成了困擾而被老師標籤化 好 可是呢 女生如果有這樣的狀況呢 卻因為他安靜的坐在旁邊 不會影響課堂 而往往較晚 才會被發現他的學習問題 所以女生也比較晚 才會得到真正的輔導或是幫助 好 所以男生被標籤化 被處罰是不好 可是女生因為太晚被知曉這樣的狀況 被察覺這樣他的學習問題 也是會可能會影響到他 早一點發現早期介入的一些機會 好 再下一點 他說學校的這些school personnel 他們就是說 會比較不去看男生有academic problem 尤其是跟語言方面有關的 好 那跟語言跟文學有關的這些男生的問題呢 其實學校裡面的老師或者其他人不會那麼容易發現 為什麼 因為男生的語言能力發展就是會比女生慢一些 這是大家公認的 好 那男生功課不好 語文能力比女生差 通常都會被一般人認可 然後甚至還有人會覺得說 男生就是發展的比較慢 大基慢提 好 所以男生就是學業的這方面的問題呢 就是會被校方冷處理的原因 其實有個問題是說 因為他的行為問題可能比學業問題 更給校方更大的困擾 好 所以不會去輔導男生語言方面的障礙 對男生有什麼影響 我們就回來跟你講 上次我們在談peer relation的時候 講到rejected 被拒絕的小孩 我們說這些被拒絕的小孩 如果他攻擊性強的話 其實他未來長期來講的適應 是非常不好的 好 我們曾經講過這是一個 就是國內 國外 在台灣 在東亞 在世界 在西方 截然就是如果小孩子被rejected 然後攻擊性強的話 他未來的發展 他未來的長期青少年到成人的適應 是非常不利的一個因素 好 但是你記不記得 當我們在講說 我們怎麼樣去幫助被拒絕的孩子的時候 我們說這些高攻擊被拒絕的孩子 他通常verbal IQ 他的語言智能 是比較低的 而且也是各國皆然 國際上都是發現語言智能比較低 好 所以這些語言智能比較低的孩子 如果你不早期介入的話 你想要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輔導 比如說我們講過這個 congo merit strategies 我們說這個雞尾酒式的療法 各種的coaching 或者是我們講了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其實是要男生回家去思考 他今天在學校跟同學們發生了這些 這些狀況 這些衝突 到底是哪一個步驟 到底是他的線索的 recognition出了問題 社會線索的 recognition出了問題 還是後面的 interpretation 後面的解釋 或是他去做很多的解決方法的搜尋 或者是做planning 做這個 evaluation 做評估 對每個方法的評估 做了就是有一些偏差的話 當你要去跟男孩子談這件事情的話 你都是要靠語言的 可是如果這個男孩子 你從行為問題發現他 把他標籤化 然後你卻沒有去及早處理 他的學業上面的語言智能的問題的話 當他的語言越來越被撇在一邊 覺得說男孩子就是這樣 他將來在輔導上面 能夠幫他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所以這也是一連串的問題 就是cascade 我們說cascade 像一個小瀑布一樣 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 你去看他的行為問題 不處理他的語言問題 造成的就是說你將來輔導 也會沒有效果 對男生其實是非常不利的 還有就是 school personnel tend to stereotype boy's behavior 有的時候男孩子的行為 會被學校的老師 或者是輔導師的學務方面的老師 認為就是被 刻板印象的覺得他就是問題 我以前我自己記得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碰過一個學長 他到四十幾歲才來念心理系 然後他也是做發展心理學的研究 他現在在美國國家 心理衛生院做得非常好 但是他小的時候 就曾經被學校開除 他說他小時候真的是一個問題小孩 但是他被開除的原因卻很特別 就是因為他在學校裡面 就是一大堆一大堆的問題 那他有一次真的被開除的那一次 他說卻是無心的 他說因為他那時候在練網球 所以他拿著網球拍 就走在那個學校的 hallway 學校的走廊上面 就是正在練習 正在思考著怎麼樣去揮拍 所以他就這樣揮啊揮啊揮啊 就不小心砰一下 打到了他們學校的輔導師的主任 好那因為他揮拍打到了輔導師的主任 輔導師主任就是 就是好像那個最後壓死駱駝 那個壓垮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就被開除了 可是事實上被他開除的這件事情 他完全是無心的 他真的沒有要去打那個輔導老師的意思 只是問題是說他在想著揮拍的時候 不小心揮到 可是因為這個輔導師主任 已經對他有一個非常壞的印象 所以後來就把他開除了 覺得他的那個冒犯師長 而且還用網球拍去打老師 就把他開除了 然後沒有問原因 那所以你可以想到這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一個孩子 一個男孩子 他就是平常在學校有一些行為 那的話 那學校的很多老師 或是各式各樣的行政演員 可能就會對他有個非常壞的印象 那每一件事都以一個壞的角度 去解釋他的話 那這在這個孩子就算沒有被開除 在學校受到的各種不平等的待遇 可能有多少 那不去問清楚他為什麼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對孩子就可能有很大的傷害 可能也會讓他覺得這個世界 對他是不公平的 是對他是有歧視的 對他是有偏見的 那可能就更加深了他在這個社會團體裡面的 起義與偏差 然後與疏離 那這是非常的 其實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再來看女孩子 那against girls 到底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他說在一個很平常的教室裡 因為女孩子她比較服從 她比較不會去做很多引發注意力的事情 然後女孩子比較願意躲在後面去慢慢等待 機會跟老師講話 所以老師時常花比較多的時間 雖然可能是去責罵男生 可是問題是說 她也在責罵男生的同時 會讓女孩子一方面用observational learning 看到了就是說 我就是要乖乖的在旁邊 她的那個乖乖的順從的那個 reinforcement 可能會讓她的assertiveness 她的自主性反而消失了 就是她不會為自己爭取權益 她看著老師跟男孩子的互動之後 她反而越來越覺得 我應該乖乖的站在旁邊等待機會 她不會站出來去直接在教室 或是在任何的團體裡面 去爭取自己的地位與權益 她說第二點非常殘酷的事實是 在每一個教室裡面 大部分的教室裡面 老師都花更多的時間去看著男生 去跟男生互動 就是把女生子晾在旁邊 讓他們自己去玩 自己去學習等等 特別說 每個老師其實並不一定是故意 去偏好男生的 可是問題是說 大部分的研究都告訴我們 你如果真的去課堂裡面去記錄 一個男女合班的教室裡面 你會發現說很多時候 老師花在男生身上的時間 會比花在女生身上的時間要多 然後就變得說 好像老師花在男生比較多時間 是一個正常的狀態一樣 然後老師給男生更多的指導 老師給男生更多的幫助 然後老師甚至也會願意 花更多的時間去問男孩子問題 然後當男孩子無法回答 或是回答錯誤的時候 老師給更多的機會 讓男孩子可以調整他的問題 然後去幫男孩子解決問題 好 那這是 就是老師就會 就是花更多的時間去 不但是解決他的行為問題 也變得是解決他的認知問題 或是課堂上的一些疑問 好 那男孩子的確在課堂上 在我小跟國中 男孩子的確是平均來講 他所得到的分數是比女生要低的 可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我想這不只是在教室裡面所造成的 而是整個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 就是說雖然男孩子得的分數比較低 可是當你去問男孩子說 你將來能夠做什麼 然後你將來念大學 你能不能念研究所 你能不能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好奇怪喔 男生就是比較樂觀 然後男生就是覺得說 他將來的成就 他對他自己將來的成就的預期 尤其到了中學 比女生要高 而且還有一個有趣的發現是 在小學階段 到了小學五六年級以後 你去問小學五六年級的女生與男生 功課好的跟功課壞的 過去的研究發現說 你對你未來的期待 你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在小學裡面功課好的女生 他對未來的期待反而比較低 那功課爛的女生反而期待比較高 好你記不記得 我們上次在講到那個 achieve motivation的時候 曾經談到 就是在學校裡面 老師給男生跟女生的 feedback 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我們分成 intellectual non-intellectual 跟 conduct 三個部分 然後發現說 男生得到的比較是 conduct 跟 non-intellectual 的回饋 女生得到的比較是 intellectual 的回饋 因為她平常的行為 她的品性 她的操性 她遵守秩序 然後她整期清潔都達到了 好所以常常被老師批判的時候 都是因為功課的關係 那你就想想看那些功課好的女生 是不是老師給她的 更是跟功課有關的 偶爾考不好的一些小小的回饋 而這些偶爾考不好的小小的回饋 會不會比較被女生歸因為說 我都已經努力了 我都尊重老師的指示了 居然我還是做不好 那顯然是我的能力有問題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讓過去的確有研究發現女生 而且還是功課好的女生 她對自己未來人生的期待 反而比較低 這可能就是一些教室的互動 一些教室的氛圍 造成這些女孩子這樣的想法 而且我們過去在講 自尊那一章的時候 在講self-concept 在講self-esteem的時候 我給大家看了一個課本上的圖 那個圖也告訴大家 就是說越是到了國中以後 我們會發現男生的自尊就是比女生高 也可能是跟她整個的社會化的過程 以及在學校裡面 所經歷的一些課堂經驗 讓這個女孩子到了國中以後 她的自尊就是比男生低 然後一直要維持到很老 才有一個翻轉 所以這些是很好玩的 在學校裡面 against girls 的一些研究結果 當然現在就會有人來問了 說那是不是其實在一個課堂裡面 我們根本不應該讓男生女生 同時存在一個課堂裡 是不是應該分男生班女生班 男校女校對女孩子的成就的發展是比較好的 這個聲音在不只在台灣 現在還有很多男校女校 其實在國外也一直有這樣的聲音 至少在美國 現在就還是有很多學校 是保持男生保持女生的學校 甚至還有一些大學 一個非常有名的美國的大學 Wesley 女子學院 比如說美國以前的那個前總統 Clinton 的太太 Hillary Clinton 她在大學時候 她就讀的是一個女生的大學 就是 Wesley University Wesley College 其實是叫 Wesley College 其實也有很多美國的名人 是那一間學校畢業的 那他們過去的一些自己的描述 也覺得在一個女生的大學裡面 是有一些好處的 因為她可以自由的發揮 然後沒有一些男生的干擾的話 女生是可以得到完整的發揮的 所以過去有一些研究告訴我們說 也許女生比較適合念單一 就是 Single Sex 的學校 可是男生可能是比較適合念 Mixed Sex 的學校 男生好像跟女生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反而更能夠發揮自己的潛力 那她在課堂裡面也受到比較多的重視 可是這樣子的研究其實並沒有一個定論 其實是並沒有定論的 但是的確是有一些研究告訴我們說 如果是單一性別的學校是有它的好處 或是單一性別的課堂是有它的好處 我們可能如果說大家在決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是看當時的文化背景、社會背景 以及這個特定的孩子的特性 可以來決定這件事情 以上就是我們要特別講 Gender Development 的 這一章的時候要談的一些內容